一鸣二运三风水 这一年将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一年 全球将面临多项危机和灾难 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和应对 阿南德同事表示 只要大家携手努力 地震就不会造成大家恐慌 他相信这能帮助大家 对抗未来数月间面临的任何问题 从古至今 会发现人类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逐地震带而居的现象 因为地震带 地质脆弱带地形地貌多变 其中最关键的是 容易形成适合居住的盆地 大型河流 湖泊等环境 同时江河的出海口 又是极其肥沃的土壤 原始社会逐水土而居 所以地震带周边 都是相对的人口密集区 地震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除了自然力的巨大杀伤 还包括心理上的极度恐惧 这种恐怖 也包括地表建筑抗震能力差 百姓缺少安全感 按风水文化的层面理解 台湾有龙脉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从中国大干龙看 台湾是南干龙最东的一支分脉 由福建省乾隆渡海 随后 中起澎湖岛屿 再遁起台湾珠山脉 其中以玉山主峰为太祖山 玉山山脉为横开大仗 以中央山脉为分龙主干 从南往北部试行龙 经雪山山脉 再回龙 起阳明山珠峰 随后拒结台北市 此处插入一条名词解释 来龙去脉 这个成语 大家都知道它的隐身意 但其本意是什么 知道的人并不多 此成语出自明朝乌丘瑞 运辟迹 牛棉只学 此间前岗有块好地 来龙去脉 靠领潮山 种种合格 乃大富贵之地 吴丘瑞 自国章 后人又叫他丘瑞吴 这个人很神秘 生平世纪君不祥 大概是名神宗万历年间的人 他写过四五本风水文化 勘于方面的书 当时的人看不懂 说他写得神神叨叨 但是坊间传言 他能通审 可见来龙去脉 这个成语 本是风水勘于的一种说法 在他看来 风水文化理龙脉的方向 包括来象 去象 跟方位一样重要 甚至有时要先测定方向 勘定好了来龙去脉 才能最终确定方位 中国地理风水研究学会理事长张徐初说 目前台湾好的金斗学 多位在北部 中南部较少 士林官邸周边 已转变为可聚采的金斗学 豪宅群聚的信义计划区 也是台湾知名金斗学之一 最近治安一律升高的台中 则多属桃花学 张徐初表示 台湾的龙脉自基隆山 湾延而下 至大屯山 沙茂山 七星山 形成一条绵延数公里长的帝王周线 台湾的龙脉是由大陆的昆仑山脉 延伸而来 也就是现在的基隆山 张徐初说 基隆山是丹麦 也就是所谓公的龙 但一公龙无法集气 于是气便流向大屯山 沙茂山 七星山 形成小三远 集一个千金万龙集聚的气场 而成为帝王轴线的源头 龙脉一路 延伸到福山 圆山 建坛山 即是林官邸 与圆山饭点 这条轴线在日治时 便已被日本阴阳师所知 也才会沿此县 设立神社 参道等 并在终点处的紫威学地点 设立政治中心 总督府 不过 学厂历经百年 也会有变化 张徐初指出 现在士林官邸周边 已转变为可聚采的金豆学 而桃花学多是非 却可忘弃是 张徐初说 桃花学主桃花 这也是许多特种行业 在台中发迹原因 最近治安一律升高的台中 就是多数桃花学 现在我们再来看台湾山脉走势 细心的朋友 可能已经发现了 台湾这种龙脉 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曰 逆龄之势 中央山脉 玉山山脉 阿里山山脉 雪山山脉 和海岸山脉 总体地是北高南地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是山脉的走向 却是南偏西北偏东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台湾的龙脉走向是反背大陆的 可以说是一条逆鳞龙 比如中央山脉 南北两头都是向外弯 特别在南部的平东和台东一带 陆地向外弯的更厉害 其二曰 回龙故祖 中央山脉为作为龙主干 虽然从南往北航龙 但到雪山山脉后开始回龙 以阳明山拒结龙器于台北市 这就形成一个回龙故祖之局 又回顾全岛之势 从小的方便讲 台北市会成为全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从大的方便讲 整个台湾这条小龙 也会回归到中华居龙 颇具深意的是 2000年的时候 搁置很久的雪山隧道被挖通了 隧道两端分别为新北市平邻区 宜兰县头城老街 这个位置正好处在龙主干中央山脉的头部 所以台湾龙脉的逆势 无意中就被削弱了 首尾难顾 这得从1999年 台湾921大地震 说起地震中位于日月潭边的南头县 强度7.6级 巧合的是 8月份 一个日本 僧人以祈福的名义 在日月潭边的皇帝仙庙 建了一座九层灰黑色死方塔 后被人发现 塔里居然暗中藏剑 埋刀 钉庄 意图破坏台湾的龙脉 所以赶紧全部取了出来 后续民间更是爆出 这个日本人根本不是什么僧人 而是研究风水文化的 且心术不正 他所属的门派 还插手过南京古南都饭店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事件 早就已经声名狼藉 日月潭边有一座大庙文武庙 是知名景点 但是这个日本风水专家 可不是去旅游的 他在查看后发现 虽然皇帝仙庙不大 但其位置十分特殊 建在日月潭中的光华岛 而光华岛正是台湾龙脉的龙学所在 所以他选择了再次下手 此外台湾民众还盼望尽早联手发现 和取出这个人埋在玉山山脉中的 所谓斩龙刀 毕竟这个日本人这么处心积虑 还有更长远的企图 那就是削弱回归后 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 不可不防 风水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其迷信成分 且不可盲从 更不能全信 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有人为渲染的因素 大家全当是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 听听就好 实际上 古人创立风水学说 本意是在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但有时也难免被别有用心之徒利用 大家万一碰到 一定要擦亮眼睛才是 以探寻地区能量 文明国际的荷兰生物科学家亚伯 应自然风文化邀请来台 进行个人国际巡回之旅的第十一战事 经过连日来测试北台湾 包括阳明山竹子湖等地 意外发现台湾土地所展现的惊人能量 越居他所测试国家的第一位 极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中最适合用来进行灵性治疗的地方 想吸收大自然的好能量 台湾人不必远求 台湾的公园 蕴藏世界罕见的治疗能量 亚伯利用探测棒发现 台北市好几处公园 土地能量惊人 尤其是南港公园 能量指数最高 只要民众常常散步 配合冥想与静坐 就能吸收大地精华 提升免疫力 达到身心平衡的阶段 效果比森林域还要好 民众测试后也嘖嘖称奇 台湾有许多地点就测到五千公尺以上 光是台北市的公园 大安森林公园测到五千公尺 地学能量好 荣兴花园也一样 有免费的高能量释放 最惊人的还是南港公园 居然蕴含一万六千公尺 也就是说 在南港公园待一小时 胜过森林域一整天 所谓结合地球能量的治疗方法 对大多数的民众还是个新鲜的话题 早在1980年代 美国瑟多纳市被灵疗界人士发现 拥有极强的治疗能量后 每年吸引百万游客前往 游客们趋之若鹜 就为了吸收那个城市特殊的地穴能量 达到治疗病痛 提升能力及平衡身心灵的目的 亚伯很亚裔 它在家乡荷兰测得的能量值半径是两千五百公尺 美国瑟多纳市是四千公尺 但阳明山上的竹子湖 及新竹北埔一处有机农场的能量值半径 近高达五千五百公尺 远高于它所从事研究的德国 比利时 东非 秘鲁 墨西哥 波多黎各等十个国家 至于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 龙山寺也测得了三千多公尺能量值 也留女王头旁 更测得人类灵性沟通最高层次的能量 长期从事单道研究的中研院文哲所教授指出 透过探测棒找寻水源 矿脉或能量的方法自古就有 中国人练功也喜欢到能量强的地方 亚伯的探测法却有存在价值 但必须小心运用 在台湾 这类经验法则的研究 仍被视为旁闻左道 中华技术学院生物科技中心教授杨乃燕 拥有前中研院十余所教授宋光与相赠的寻宫池 特别前来与亚伯交流 杨乃燕说 老祖宗使用的寻宫池 与亚伯的探测棒原理几乎一样 他感叹 现代人被所谓的科技知识蒙蔽 不止老祖宗智慧为发扬 也失去了与大自然结合的本能 风水师使用的罗盘 到南港公园测试的结果居然一样 地理风水协会的理事长说道 罗盘在这里摇晃的就不一样 罗盘只真感受到能量摇来摇去 这一块能量望的地方 就靠近公园篮球场这块草地 其实绝大部分的动物都有与大地连接的能力 地震 海啸来时可以得知讯息并快速逃命 但人类反而失去自我疗伤与保护的本能 曾发表能量测试的中华民国能量医学会 创会理事长终结 则以磁场解释 地球本身是个磁场 人或物质也有磁场 只要两者充分结合 提升自我力量 并不困难 想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台湾人习惯透过所谓的森林域或气功等方式 但人们可能不知道 要吸收好能量 提升身心灵的健康 还得懂得挑选具正面能量 符合个人需求的地点 人们对土地的伤害 及电磁能的过度运用 都会破坏大地蕴含的原始能量 亚伯透露 这正是为何他在高度开发的西欧国家 所测得的能量值半径 只有一千公尺的原因 经过他来台将近三周的探勘 他认为台湾中央山脉 富含的森林资源与 台湾特殊地形地脉 使得能量些绵密 极可能是台湾土地 富含高能量的两个主要原因 台湾从事能量推动与研究的学者专家认为 能量探测中西方早有历史 但进行国际间系统化研究 荷兰科学家亚伯的确是先驱 亚伯不只是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带来可喜的能量讯息 更重要的是 他提醒人们 在尝试与大自然能量结合前 必须先懂得爱护台湾这块福地 并试着透过静心修养 找回人类原始的本能 再次提一句 我认为大自然被我们损坏的太不堪入目了 大自然很强大 不需要我们 可我们需要大自然 所以请大家停止对大自然的危害 每一次灾害都是有人造成的 这些病毒呀 台风呀 海啸 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 所以 如果不尽快保护大自然 我们有可能就会成为第二批化石 地球表面的地角 有后确轻的大陆板块地角 以及薄雀重的海洋板块地角 陆块地角与海洋地角板块相互挤压 两个板块间的压力区 形成很强的硬力区 将地球东西向转程上下方来看 由太平洋火环带所围成的水半球 与欧亚路快为主形成的路半球 两者相互交沟 碰撞摩擦 就出现一种能量累积的区域 人类的身体与地球的实体相应 能量场影响身心肤质 其贯穿人体 若流动是和谐的 人类也会和谐而健康 台湾天生就坐拥这种地球灵黄级的大地能源库 真是得天独厚 因为台湾是位于整个地球太极能量场的枢纽中心 目前整个台湾的能量 是被强烈的造物主力量之光所启发的 台湾目前的能量 是在整个亚洲里面最领先的 因为台湾拥有最强的直岛灵能量 包围着这个小岛 西方的新时代思想引领了现代人 进入一种突破传统的新意识领域 特别是2012年后 第四、第五次元 或成为高频密度的时空场 来到太阳系后 我们人类会逐渐记录灵性 精神的进化途径 渐渐与动物性的情绪性为物观 这类欲望情境越来越疏远 而此际 圣地将会变得越来越有需求价值 而台湾很多圣地将一一出现 修行人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来台湾 祝此地的我们可要知福、惜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